這是張小姐 這是王先生 那我們兩位簡單認識一下 你好 有點小尷尬 互打招呼實在一下 過去要找對象 不少人會跑到婚友社 但現在居然可以租屋兼找對象 租網站出現優質套房出租 而房東不只附上多張照片 條件還寫下直線女生兒租 但這些都不夠特別 因為更特別的是 他在備註上面寫下 要幫兒子徵魂 明亮套房七平大空間 每個月租金8100元 臨近板橋府中商圈 但現在租房 還可能直接晉升房東 因為房東太太開出條件 要幫小兒子徵女友 找試婚年紀26到35歲女孩 希望是老師或公務員 樂觀開朗 嗜好正常 體型的話 中等 瘦高都可以 家長來 他不是帶著小孩子的資料 來找我們 而是帶著房地器 或者是他們家房子的這個照片 來告訴我們說 他們家有這樣的條件 那希望找怎麼樣的一個對象 實際打電話給房東了解一下 也不忘誇獎自己兒子一番 說兒子在媒體業當主管 就是因為太忙了 平常沒時間交朋友 才會順便在租房網站徵友 而且PO文一出 湧入超多訊息 房東說想改變人生軌跡 歡迎來訊 還補充說就連男性看到租房條件 也很心動 但目前還是限定租給女性 看來真的很為兒子的人生大事操心 傻眼 會直接關掉 以租房的名義在徵友 找媳婦 我覺得很荒謬 就很奇怪 因為他其實是要徵友 他只是可能是順便租屋吧 不單純 路上女性民眾好像不太買單 畢竟租房還要把自己交付出去 還是有一定風險性 但這奇特的租房條件 也的確引起話題 東神財營新聞網家紅張宇娟 臺北採訪報道